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哈利路亞 多謝樹仁的分享 謝謝蘇仁的分享 大家有沒有奇怪 蘇仁為什麼會在上海做了兩年就不做呢 大家有沒有覺得奇怪 為什麼蘇仁在上海幹了兩年就不做了 做得好好的 做得很好的本來 還有蔡強是他的上司 還有蔡強是他的上司 這麼好的弟兄 這麼好的弟兄 為什麼又不做呢 為什麼辭職呢 並且業績又做得很好 而且他的業績也做得很好 他過去兩年所創造的階績 是他們公司從來沒有到過這麼高 他過去兩年所創造的價值是他們公司從來沒有這麼高過 為什麼又不做呢 為什麼不幹呢 其實蘇仁正在找他人生的命定 其實蘇仁正在找他人生的命定 去找他的意象 他在找他的意象 他要尋找神要他做什麼 他要尋找神到底要他做什麼 所以他辭職 所以他辭職了 他是來六一一讀學房 他是來六一念學房 他放下他的工作 他把他所有工作放下 帶著他一家 一家四口 兩個小朋友都小 兩個小朋友還很小 來到六一一 他要走上全時間服侍的道路 他要走上全時間服侍的道路 我們給掌聲耶穌 我們把掌聲歸給耶穌 蘇仁正在來到我們家很開心 而且他來到我們教會他很開心 因為蘇仁是一個很成熟的弟兄 因為蘇仁是一個很成熟的弟兄 我相信他做什麼都會成功 我相信他不管做什麼都會成功 他是職場的一棵生命樹 他是職場裡面的一棵生命樹 所以我們蔡強很會找 立刻找了他 所以我們的蔡強很會找 馬上就把他找到 其實兩年前我已經呼召他 其實兩年之前我已經呼召他 但是我呼召他 被蔡強晚了一個禮拜 可是我對他的呼召 比蔡強慢了一個星期 蔡強又是我的門徒 所以他先找了蘇仁 蘇仁答應了他 跟著我就找他 蔡強也是我的門徒 他先找了蘇仁 然後我就下個禮拜再去找蘇仁 那蘇仁說他答應了蔡強 那蘇仁就說我已經答應了蔡強 那我覺得很好不要緊 那我就覺得不錯 那不要緊 神有美意的 神是有他的美意的 所以去了上海兩年 所以他就去了上海兩年 他再去清楚地找 他再去清楚地找 我的命定是什麼呢 我的命定是什麼 神要我做什麼呢 神要我做什麼 最後他就決定了再回來香港 最後他就決定再回來香港 我們的神是好神 我們的神是好神 所以你只要尋找神 所以只要你尋求神 神一定帶領你的道路 神一定帶領你的道路 並且過去那兩年 是一個更深的體驗 而且過去那兩年 給他一個更深的體驗 這份工作都做完了 連這份工作也做了 連這份工作也做了 蘇仁都覺得 我都未是夠滿足 蘇仁還是覺得我還不是很滿足 神要我做什麼呢 神要我做什麼呢 神真的要我做全職 神真的要我全職 服侍他 所以他就毅然一家 這樣來到香港 所以他就毅然一家 就來到香港 我們給掌聲耶穌 我們把掌聲歸給耶穌 如果神也是敢呼召你 你都要有學房 如果神也是這樣呼召你 你也該來學房 蘇仁他在職場裡面 是一棵生命樹 蘇仁他在職場裡面 他是一棵生命樹 他去到哪一個部門 哪一個部門都是改變 他去到哪一個部門 哪一個部門就改變 但是他未信耶穌之前 他未是一棵生命樹 可是他還沒有信耶穌之前 他不是一個生命樹 所以他不斷地去轉工 是不是 所以他就不斷地換工作 在咒座裡面 但是當他信主之後 可是當他信主以後 神就不斷地拖帶他 你看到嗎 一棵生命樹 其實你去到哪裏 哪裏就因你而改變 你看見嗎 一棵生命樹 你去到哪裏 哪裏就因你而改變 好像我們教會 我們由北角來到荃灣 就好像我們教會 我們從北角來到荃灣 我們是一棵生命樹 生命樹又不角移植來到荃灣 生命樹就是從北角移植來荃灣 荃灣就改變了 荃灣就改變了 我來到荃灣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旁邊 紅貓飯店 我來到荃灣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旁邊的那個熊貓酒店 又沒有人住 沒有人住 又沒有店鋪 也沒有什麼店鋪 下面那幾層全部空空空 下面那幾層全部都是空空的 那時候的房價 幾百元一晚 三百多元 那個時候的房價 就是三百多塊錢一個晚上 我想我心中想 再給我十年時間 我就買了你 我心裡面還想 再給我十年時間 我就把你買下來 但因為我們是生命樹 可是因為我們是生命樹 我們來到改變了整個荃灣的環境 我們來到改變了整個荃灣的環境 這裡的屋租是很貴的 現在這裡的房租非常的貴 這裡很多的樓也都在升 這裡很多的房地產都在升值 所以連熊貓都因為我們而發了旺 熊貓也因為我們就發旺了 所以現在要買它 談何容易 現在要買它真正的談何容易 我們感謝神 其實一棵生命樹去到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就發旺 其實一棵的生命樹 你去到哪個地方哪個地方就發旺 你是一棵的生命樹 你如果是一個生命樹 你去到哪間公司 哪間公司就會改變 因為這個生命樹裡面 有生命有神 因為這個生命樹裡面 有生命有神 Amen 我但願你都成為一棵生命樹 我但願你也成為一棵的生命樹 但是我們很多人的工作裡面 我們仍然是分別善惡樹 可是我們很多人在工作裡面 我們仍然是分別善惡樹 我們在咒作裡面 我們在咒作裡面 我們很多分別善惡樹裡面 那些的批評論断 不搖樹 露氣 我們很多分別善惡樹裡面的 批評啊 論断啊 不饒術啊 貧窮啊 咒作啊 好像去到哪裏 哪裏就倒霉 好像我們去到哪裏哪裏就倒霉 去到哪裏哪裏就有紛爭 去到哪裏哪裏就有紛爭 可是這個很黑的公司有沒有因為你而改變呢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因為有我們而改變了呢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因為有我們而改變了呢 還是有你沒有你都一樣 還是說有你沒有你都是一樣 不是的 有了我們應該是會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生命樹 因為我們是生命樹 我盼望今天的信息 你聽了之後 你聽到以後 為你帶來一個改變 可以為你帶來一個改變 不管你在職場裏面 你在咒作 你在黑暗當中 但是今天這個信息要改變你 讓你進入光明 讓你脫離咒作 在職場裏面成一個蒙福的人 每句話說你要在職場成為生命樹 而不是分別善惡樹 我今天的題目是生命樹在職場 我今天的題目是生命樹在職場 其實緊接著我們前面過去的四篇的講章 其實緊接著我們過去前面的四篇的講章 以福所書四篇的講章 以福所書四篇的講章 榮耀教會 在夫妻關係 從夫妻關係開始 親子關係 親子關係 主僕關係 主僕關係 還有在屬靈的爭戰裏面 還有就是在屬靈的爭戰裏面 怎樣成為一個榮耀的教會 怎麼樣成為一個榮耀的教會 榮耀的教會在那幾個方面是怎麼樣的呢 今個禮拜當我神頭的時候 神再感動我 要講兩篇的訊息 這個禮拜當我誠導的時候 神再感動我 要講兩篇的訊息 一個是生命樹在職場 就是今天要講的 一個就是生命樹在職場 就是今天要講的 一個是生命樹在家庭 是下個禮拜 應該下個禮拜要講的 另外一個就是生命樹在家庭 應該是下個禮拜會講的 我說應該 我不知道神會再有什麼帶領 是吧 我說應該是因為我不知道神還會有什麼帶領 如無意外 下個禮拜會講生命樹在家庭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下個禮拜會講生命樹在家庭 牧養家庭 牧養職場 牧養職場 神給六一一兩條大難繩 是神給六一兩條大難繩 大難繩 難繩跟難繩差很遠 難繩跟難繩是差很遠的 Dino很厲害 這兩條大難繩 一條是牧養家庭 一條是牧養職場 這兩條的難繩 一個是牧養家庭 一個是牧養職場 神要透過六一一香港這兩條大難繩 來祝福台灣 神要透過香港六一的這兩條大難繩 來祝福遍地 台灣 然後香港跟台灣一起 要將整個中國大陸 拉向宣教的大海洋 然後香港跟台灣要一起 把整個中國大陸拉向宣教的海洋 就是說我們要跟台灣一起 牧養中國大陸 就是說我們要跟台灣一起 來牧養中國大陸 在家庭職場 要帶著他們建造他們 要帶著他們建造他們 以致我們中國的 中國教會的弟兄姊妹 可以起來成為宣教師 好讓我們中國的弟兄姊妹 可以起來成為宣教師 將福音傳遍亞洲傳回耶路撒冷 把福音傳遍亞洲傳回耶路撒冷 是我們香港的命定 這是香港的命定 所以我覺得我們講完那四篇信息之後 神再感動我再講兩篇 所以我們講完那四篇信息以後 神再感動我再講這兩篇 今天是講生命樹在職場 今天是講生命樹在職場 就是講我們怎樣去牧養職場 我盼望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 你聽完這個信息之後 你都成為職場裡面的生命樹 你的葉子可以醫治萬民 你再不在咒咒當中 你在職場裡面咒夜的服侍神 你在職場裡面咒夜的服侍神 你不再靠任何的東西 你乃是靠著神 你乃是靠著神 並且與耶穌基督一同作王 而且是跟耶穌基督一同作王 祝福整個職場 祝福整個職場 Amen 好 我們來讀今天的經文 好 我們來念今天的經文 我們先讀真言十九章一讀三節 我們先來念真言十九章的第一到第三節 預備起 行為純正的貧窮人 聖過歪貌餘亡的附足人 心無知識的乃為不善 腳步急快的難免犯罪 人的愚昧傾拜他的道 他的心也抱怨也我話 這三節的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在職場裡 成為生命樹 我們有第一個大的特徵 是不貪錢財 這三節的聖經告訴我們 在職場沉迷生命樹 第一個特徵就是不貪錢財 行為純正的貧窮人 勝過歪貌餘亡的附足人 行為純正的貧窮人 勝過歪貌餘亡的富足人 行為純正 行為純正 原意是我們的行路 原意是我們的走路 我們每天的行為行事為人 我們每天的行事為人 要純正 要純正 純正的意思 純正的意思 就是完全 就是完全 是符合神的心意 是符合神的心意 純全這個字 他的縱數 純全這個字 他的縱數呢 在舊約聖經來說 翻譯為透明 在舊約的聖經裡面把它翻成土明 就是大祭司的胸牌裡面 那個烏靈土明 用來做決斷 尋求神所用的 就是大祭司胸牌裡面的那個烏靈土明 用來做決定的那個東西 就是你的行事為人要土明 就是完全 就是完全 根據神的心意 我們一切的行為由神來決定 我們一切的行為由神來決定 就是我們一個跟從神的心意而行 就是我們是跟著神的心意而走 是一個完全的 是一個完全的 我們就翻成完全 就是我們十足十 是跟著神的心意這樣來行走 就是我們是百分百地跟著神的心意這樣來走 行事 就是行為純正的貧窮人 所以行為純正的貧窮人 當我們行為純正 當我們行為純正 在職場裡面 在職場裡面 我們行為純正跟著神的心意 我們行為純正跟著神的心意 就是我們不是跟著財物 也就是說我們不是跟著財物 我們不是為錢財工作 我們不是為了錢財工作 我們是為了神而在職場裡面工作 我們是為了神而在職場裡面工作 我們行為純正就好像一個生命樹一樣 當我們行真理 當我們尋求神的心意 當我們尋求神的心意 你是不是馬上會發達呢 不是的 神是要我們不要貪婪 神是要我們不要貪婪 神是要我們真實 神要我們真實 所以當我們不貪婪 當我們誠實的時候 所以當我們不貪婪 我們真實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 目前是成為一個貧窮人 我們很容易目前成為一個貧窮人 因為周圍的人都是貪婪的 因為到處的人都是貪婪的 都是欺凌的 都是欺凌的 所以我們要遵行神的心意 所以我們要遵行神的心意 我們表面上來說是吃虧的 我們表面上來看是吃虧的 我們真的會吃虧的 我們也真的會吃虧 就是這樣在職場裡面去工作 因為我們不是用別人 或者是世界的這個方法 來職場這樣運作 我們不會是說謊的 我們不講假話 但是別人是說謊的 但是別人會講假話 我們就很吃虧 但我們就很吃虧 沒錯 是吃虧的 沒錯 暫時是吃虧的 是暫時吃虧的 我們很容易因為行為順正 我們目前是沒有什麼好處 我們很容易因為行為純正 我們在目前來講 沒什麼好處 這個對我們香港的打工仔來講 真是很難 這個對香港的打工一族來講 是很難的 我們所謂香港仔 就是什麼都好著數 因為我們香港人最重要 是看什麼東西有好處 很聰明的 我們是很醒目的 我們是很醒目的 對嗎 對嗎 比如排隊 比如說排隊 我們小時候怎麼排隊 我們小時候怎麼排隊呢 就是要搭巴士要排隊 比如說坐公車要排隊 香港人很流行的 那我們香港人就懂得打尖的 香港人就懂得插隊 就是我們不同大陸人 大陸人就不排隊 一湧就湧上去 我們跟國內的不一樣 國內的不排隊 一湧就湧上去 我們都有風度我們會排隊 我們還是有一點風度的會排隊 但是我們都會想辦法 可是我們會想辦法 怎樣 側側搏 這樣就放進去 怎麼去假裝的 然後就插進去 就是我們不是打橫離蕩 不是的 我們不會這樣的 我們不會應來的 我們不會這樣 但是我們會假裝不知道 假裝認識的 但是我們會裝風扮傻的 這個是我認識的 所以叫我們在職場裡面 不做聖陸仔 不做香港仔很難 所以叫我們在職場裡面 我們不當一個這樣靈活的人 不做這樣的人很難的 神要我們成為生命樹 行為純正 可是神要我們成為生命樹 行為純正 但是當我們行為純正的時候 我們就會成為貧窮人 我們就會成為貧窮人 沒有什麼好處 見到人在我們前面打尖 看見別人在我們面前插隊 我們會被欺負 人家說粗口罵我 我又不可以說粗口罵他 人家講髒話罵我們 我們又不可以罵回去 人家講大話 我又不可以講大話 人家講假話 我們又不能講假話 所以我成為貧窮人 所以就成為貧窮人 你甘不甘心 你甘心嗎 我們很容易講 以牙還牙 以牙還牙 我們很容易就講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你會捏 我不會捏 你會抓好樹 我不會嗎 你會插我 我不會插你 你會插我 我不會插你嗎 我們很想還手 我們很想還手 但是神叫我們寧願成為一個 生命樹的貧窮人 可是神叫我們情願成為一個 生命樹的貧窮人 不要成為一個 乖貌餘望的負竹人 不要成為一個 乖貌餘望的負竹人 乖貌 就是他 言語扭曲 就是言語扭曲的 餘望 是沒有神 是沒有神 雖然有錢 雖然有錢 其實這些人 他就是 用他的講大話 其實這些人 就是用他講假話 然後之後 他不講真理 然後不講真理 不管神怎麼樣 總之為了錢 反正是為了錢 去做任何的事 他就可以做任何的事 所以他對我們行為順正的人 他們會攻擊我們 所以對其為純正的人 他會攻擊我們 他們會拿我們便宜的 他們會佔我們便宜 會欺負我們 會欺負我們 那我們怎麼辦呢 行為順正的貧困人 行為純正的貧窮人 勝過乖貌餘亡的附足人 勝過歪妙欲望的附足人 神說我們寧願行為順正 在職場裡面成為生命樹 目前是貧窮的 目前是被欺壓的 目前是被欺壓的 目前是吃虧的 都好過做這樣的貧窮人 總好過做那樣的富足人 他們是乖貌餘亡的 我終於目前賺不到錢 都好過你這樣賺到錢 我就算現在賺不到錢 也總比你那樣賺到錢好 我們在職場裡面 我們寧願是賺不到錢 我們在職場裡面 我們情願賺不到錢 都要做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也要做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成為生命樹 兄姐妹 這樣是不容易的 這是不容易的 但是真言劈頭就這樣跟我們說 可是真言劈頭就這樣跟我們說 我們寧願吃虧 我們情願吃虧 要神的話 也要神的話 要跟從神 成為生命樹 我們不要怕窮 我們不要貪財 我們不要貪財 我們要有神 第二節告訴我 我們要制止貪財的心 第二節告訴我們 要制止貪財的心 心無知識的乃為不善 腳無急快的難免犯罪 心無知識的乃為不善 腳步極快的難免犯罪 當我們行為純正 當我們行為純正 我們面對別人的欺負 我們面對別人的欺負 我們會不服氣 我們會心裡不平 我們很容易就是想反彈 想反擊 想反擊 或者我們很容易 就不甘心再這樣貧窮下去 或者我們很容易 就不甘心再這樣貧窮下去 我們說不行的 神你這樣不行的 我們就說神你這樣不行 行不通 我們就上來 我們就想上來 再說謊 來講假話 我們再是可以反擊 我們再去反擊 我們很容易就會有貪心 我們很容易就會有貪心 但是聖經告訴我們 不要這樣 可是聖經告訴我們 不要這樣 那些慾望的附足人 那些慾望的附足人 神告訴我們 他們才是這個乖謬慾望 神就告訴我們 他們是歪妙慾望的 但是你看啊 你看著他們 可是你看著他們 他們慢慢會成為 深無知識的人 慢慢他們會成為那個 心無知識的人 他們會是沒有知識 他們沒有真理 他們沒有知識 沒有真理 他們會是 腳步急快 他們會腳步極快 他們會繼續犯罪 他們會繼續犯罪 他們心中是追求 追求錢財 他們心中追求的是錢財 他不是追求生命 他不是追求生命 所以當有錢的時候 他就去了 所以當有錢的時候他就去 他心中是沒有知識的 他心裡面是沒有知識的 他心中有的只是錢 他心裡面有的只是錢 心裡有的是慾望 所以我們不要成為這樣的人 所以我們不要成為這樣的人 他們這樣是不善是不好的 他們這樣是不善是不好的 他們這樣呢 因為心中沒有知識 他們因為這樣心裡面沒有知識 他們腳步就會急快去犯罪 他們的腳步就會極快 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呢 當他們心中沒有知識 當他們心中沒有知識 是什麼主宰他的行為 是什麼主宰他的行為呢 是他的慾望 就是他的慾望 是整個環境 是整個環境 所以見到哪裡有好處呢 所以他看見哪裡有好處 就馬上跑去哪裡 這個是腳步急快 這就是腳步急快 他為什麼腳步急快 他為什麼腳步急快 因為他心中沒有知識 因為他心中沒有知識 因為他心中沒有神 因為他心中沒有神 他心中就以錢為目的 他心裡面就以錢為目標 當他在職場裡面 他就是不斷地工作的時候 當他在職場裡面 不斷地工作的時候呢 他會不斷轉工 他就不斷地換工作 他就不斷地換工作 好像樹仁剛才提到 就好像樹仁剛才提到 他沒有信主之前 兩年換四份工作 兩年換四個工作 兩年換四個工作 有哪一份工作高薪 他就跳哪一份 有哪一份工作比較高薪 他就跳哪一份 為了錢 什麼都肯制 為了錢什麼都肯做 好像那首歌 Sam那首歌 好像徐觀文的那個歌 那首歌怎麼唱 那個歌怎麼唱 那個歌怎麼唱 我也不會唱 為了兩餐 什麼都肯制 前世 為了兩餐 什麼都肯 這是打工仔的心態 這就是打工仔的心態 其實就是為了錢 其實就是為了錢 其實就是為了兩餐 其實就是為了兩餐 我們的工作 不是為了兩餐 可是我們工作 不是為了兩餐 我們很容易 就為了兩餐 我們去做 可是我們很容易 就為兩餐來工作 當我們為兩餐去工作 為錢去工作的時候 當我們為兩餐來工作 為錢來工作的時候 我們腳步急快 我們就腳步急快 哪裡有好處 我們就走向哪裡 哪裡有好處 我們就走向哪裡 昨天我回來教會的時候 看到一個廣告 昨天我回來教會的路上 看到一個廣告 有一個小巴上的廣告寫著 網上借錢 新體驗 一個小巴的廣告上 就寫著網上借錢 新體驗 就是不用面試 不用抵押的新體驗 就是不用面試 不用抵押的新體驗 就是你上網就可以直接借錢了 就是你上網就可以直接借錢了 借多少都可以 不用抵押 不用抵押 不用建立 不用面談 也不用借你不用面談 不用調查 這樣就借錢給你了 這樣就借錢給你了 我們香港人來 這麼好處的 是不是 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就想這麼划算的事情 如果我心無知識 如果心無知識 沒有神的話 我為錢的話 如果只是為錢的話 這麼好處的事情 為什麼不做啊 這麼划算為什麼不做 又不用抵押 又不用抵押 又不用見面 又不用見面 你要借多少有多少 借多少有多少 那邊就聽到 山基說 啊 這一輪呢 市場會越來越好 那邊聽到收音機說 最近股市會越來越好 哇 你買哪隻股票就可以發了 你買哪隻股票就可以發達了 那我又沒錢怎麼辦呢 上網就借錢了 新體驗嘛 上網就可以借得到 新體驗嘛 哇 好像不用還這樣 就好像不用還一樣 其實是騙人的 其實是騙人的 那你就拿了些錢 那就去投資 你拿了錢去投資 腳步急快 啊 這裡借錢 那裡去買股票 腳步急快 這裡借錢 那裡去買股票 這個是腳步急快 這個就是腳步急快 這樣難免是犯罪 這樣是難免犯罪 其實越來越慘 其實會越來越慘 神不要我們這樣 神不要我們這樣 因為當我們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會去到更差的地步 因為當我們這樣的時候 我們會到了更差的地步 我們會變成敵擋神的人 我們會變成抵擋神的人 所以我們要行為順正 成為行為順正的貧困人 我們都不要貪財 所以我們要成為一個 是因為純正的貧窮人 我們不要去貪財 貪財的人最終會變成敵擋神的人 貪財的人最終會變成抵擋神的人 第三節這樣說 人的愚昧 傾敗他的道 他的心也抱怨也無話 第三節說 人的愚昧情敗他的道 他的心也抱怨耶和華 他從乖謬的嘴 他從歪妙的嘴 變到心無知識 腳步急快 變成心無知識 腳步急快 去到一個地步 變成整個人都是愚昧人 然後再到一個地步 就變成整個人都是愚昧人 完全無神 完全不認識神 並且 他所做的一切 會敗壞他的道 而且他所做的一切 都會敗壞他的道 人的愚昧 敗壞他的道 人的愚昧 敗壞他的道 就是他所做的一切 他自己會自食惡果 就是他所做的一切 他自己會自食惡果 他最終的路是會滅亡 他最終他的路會滅亡 但是當他滅亡的時候 當他敗壞的時候 他就會抱怨神 可是當他滅亡 當他敗壞的時候 他就會抱怨神 他就會對神 他就會對神 的抱怨神 舉剛才的例子 見到網上理財新體驗 網上借錢新體驗 借了一筆錢 借了一筆錢去投資 結果虧本了 結果虧本了 沒錢還怎麼辦 利息越來越高怎麼辦 再繼續借 希望翻身 又不行 怎麼辦 還不到了 追債公司上門了 紅油臨門了 油漆都交到門上了 很多恐嚇電話了 你的家人要到處去走 你不可以住在那裡了 家人的關係好不好 最後你是不是破產呢 破產都不行 因為是黑社會來的 最後是不是破產 破產也搞不定 因為那些黑社會也來了 愚昧人 人的愚昧 敗壞他的道 去到這樣的地步 是自己拿來的 到了這樣的地步 是自己找來的 他的道是敗壞 他的家是破裂的 他的道是敗壞 他的家是破裂的 還差一點 就走到澳門去搏 再差一點 跑去澳門再搏一搏 搏不到就死了去 搏不來就死掉算了 多少人自殺 因為這樣 多少人是因為這樣自殺 就算沒有自殺 他會怎樣 他的心抱怨神 他心裡面抱怨神 神啊為什麼你讓我 去到這樣的地步 神啊你不是愛我的嗎 神啊你不是愛我的嗎 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 神啊我怎麼對你 神說我怎麼對你 搞到我全身債 神啊為什麼你會全身債 神就問你為什麼全身債 我向那個網上公司借錢 我向那個網上公司借錢 神就問你為什麼你要向他借錢 因為我看到那個廣告 因為我看到那個廣告 神說為什麼你會看到那個廣告 神就說你為什麼看到那個廣告 神就說你為什麼看到那個廣告 你說真的是你 因為你啊 是你叫我看那個廣告 是你讓我看見那個廣告的 你給我的啟示 是你給我的啟示 心裡面滴滴咕嚕嚕 神啊我去到今天這個地步 是因為你 神啊我到今天這個地步 是因為你 其實這個是老亞當的本性 其實這是老亞當的本性 神問亞當你為什麼犯罪 你為什麼要吃分別善惡的果子 神問亞當你為什麼犯罪 你為什麼吃分別善惡的果子 亞當就告訴神 是你叫我 跟我同居的那個女人 是叫我吃的 亞當就說是你叫跟我同居的那個女人 叫我吃的 我為什麼會吃這個分別善惡的果子 我為什麼會吃這個分別善惡的果子 因為你做了這個女人出來 就是因為你做了這個女人出來 並且你叫這個女人跟我同居 而且你叫這個女人跟我同居 我都不想要她的 我也不想要她的 你叫她跟我同居 你叫她跟我同居的 是你做的 這個跟我同居的女人 搞到我這樣 這個跟我同居的女人 把我搞成這樣 各位丈夫像你嗎 人有時候 我們抱怨神 敵擋神 回到這樣的地步 抱怨神 抵擋神 所以在職場裡面 真言第一個跟我們講 所以在職場裡面 真言第一句跟我們講的 要成為行為順正的貧窮人 要成為行為純正的貧窮人 寧願做貧窮人 吃下餅乾 吃下餅乾 沒什麼肉吃 沒什麼肉可以吃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的 好 這樣總比到至終抵擋神 成為死亡的人好 在這裡我要補充 我們不要貪財 其實工作不是為了錢 工作是神給我們的祝福 工作是神給我們的祝福 創世紀第一章 神做男做女 叫他們生養眾多 治理地面 創世紀第一章的時候 神造男造女 叫他們充滿生養眾多 治理大地 治理大地 其實我們的工作 是我們治理大地 其實我們的工作 就是我們治理大地 如果沒有工作 是咒座來的 如果沒有工作是咒座 所以神祝福當下 然後給他們工作 工作是祝福來的 工作是一個祝福 好像兒女 都是神給我們的祝福 工作同樣是祝福 工作同樣是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一定要有工作 其實我們的工作 是治理大地 其實我們的工作是治理大地 是管理神給我們的創造 我們帶著神的形象 這樣來治理大地 我們帶著神的形象 這樣來治理大地 這是代表神 讓這個世界有井有條 歸在基督的腳下 讓這個世界有井有條 歸在基督的腳下 我們的使命 是使萬有在基督裏面 同歸於日 我們的使命 是要萬有在基督裏面 同歸於日 是我們的使命 這是我們的使命 是我們的工作 這是我們的工作 所以無論你是做總統也好 不管你是當總統也好 你在街邊 在街道做街工也好 你在馬路上做街工也好 我們都是在治理大地 我們都是在治理大地 站在不同的崗位的地方來服侍神 站在不同的崗位上面來服侍神 總統和街工都不需要為了金錢而服侍 總統或者街工也不需要為了金錢來服侍 如果總統是為了權為了錢而做總統 街工是為了錢而不得意做街工的話 他們都在就座裏面 如果總統是為了錢為了權利當總統 街工也是為了錢當街工的時候 他們都在咒座裏面 不管做什麼工作 一定要合法 並且服侍神這樣的心態 而且是在服侍神這樣的心態下 我們是為了神給我們的意象 參與治理大地 我們是為了神給我們的意象 參與治理大地這樣來工作的 我常常勸勉我們年輕的弟兄姊妹 我常常勸勉我們年輕的弟兄姊妹 你出來找工作怎麼找 你要先尋求你的意象 你要先尋求你的意象 經過你權兵的討告和印證 又合乎真理 又合乎真理 又合乎你的個性 和你心中的所好 你就認定這個是你的意象 你要找一個跟你意象相符的公司 你要找一個跟你意象相符的公司 終於這間公司沒有請人 你都去認證 就算這間公司沒有聘用人 你也去認證 你也寫信去 等機會 等機會 祷告 直到有一天 他給你面試 直到有一天 他讓你去面試 怎麼面試呢 他問你要多少錢 你應該怎麼說呢 你要這樣跟他說 我了解這間公司 是這樣的 我了解這個公司是這樣 神給我的意象也是這樣 我做這樣 用我的一生是最有意義的 我覺得這樣用我的一生才有意義 我會用我的一生擺上去 盡心盡力 我不是為錢而做事 我不是為了錢來工作 所以錢多錢少無所謂 所以錢多錢少無所謂 你不給錢我 我都會一樣做這樣的事 你就算不給我錢 我還是做這樣的事情 他當然不會說不給錢你的 當然不會不給錢給你 可能當你這樣說我少些 只是你這樣講 他會少給你一點 他一定很喜歡你 可是他一定會很喜歡你 這間公司 他想成就他的意象 他一定就會請這樣的人 如果這個公司想成就他的意象 他就一定會聘用這樣的人 所以你進去的時候你是一個貧窮人 所以你進去的時候你是一個貧窮人 十年後你在這個公司裏面 你就成為王子 十年後你在這個公司裏面 你就成為王子 你就會成為這個公司的CEO 你就會成為這個公司的CEO 你看蔡強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你看蔡強是這樣的例子 他很有熱情 他很有熱情 很有意象這樣來工作 神就使用他 我們感謝神 當我們在公司裏面做事 當我們在公司裏面工作 是為了意象 我們一定會有收入 但那個收入不是你工作的報酬 可是那個收入不是你工作的報酬 我們要看我們的收入是神的賞賜 我們要看我們的收入是神的賞賜 在創世紀第一章裡面就提到 神這樣有這個使命的時候 神這樣給我們使命的時候 神就把地上有核的果子和青菜給人當他們的食物 這些青菜和果子是神的賞賜 不是人的努力得來的 所以我們不是用我們的努力去換取我們的報酬 我們是服侍神 然後從神得到賞賜 是神賜食物給我們 所以我們收入多少是神賞賜 所以我們收入多少是神的賞賜 所以我們今天所賺取你的收入 月有多少我們都奉獻十分之一 所以今天你有的收入不管多少 我們都奉獻我們的十分之一 意思就是我們所收入的都不是我賺的 不是我該得的 是神給我的 意思就是我們今天所收入所賺的 都不是我們所賺的 不是理所當然是神給我的 是我們正確的工作觀 這是我們正確的工作觀 在職場裡面 你成為生命樹 首先你要有這樣的工作觀 在職場裡面 你成為生命樹 首先你要有這樣的價值觀 當然我又提醒大家 當然我也提醒大家 有些人就失去平衡了 有些人就失去平衡了 他說我要尋找我的意象 他說我要尋求意象 那我就討告討告 就覺得 就是公司要聽老闆話很辛苦 你覺得去公司聽老闆的話很辛苦 在教會要聽牧師話很辛苦 在教會聽牧師的話也很辛苦 所以我最好自己當老闆 所以最好就是自己當老闆 但是沒錢怎麼辦呢 那我很喜歡祈禱 那我很喜歡禱告 那我就做代討者 那我就當代討者 神就呼著我做代討者 神呼召我當代討者 我喜歡到哪裡禱告就去到哪裡 去到我六十歲以後呢 我都可以兩元搭巴士去祈禱 到六十歲以後 我就可以兩塊錢坐公車 就可以去祈禱 那我就領受神會 是用很多的頂子妹來供應我的需要 我就領受神會讓很多的弟兄姐妹 供應我的需要 於是祂就決定這樣 這個是我的意象 所以祂就決定這樣 這個就是我的意象 我要這樣 我告訴你千萬不要這樣想 這是錯的 這是錯的 這是害了你自己 你又害了其他的人 你又經常覺得那些人都不照顧你 你會常常覺得那些人不照顧你 不奉獻給你 全世界的弟兄姐妹都不愛神 只有你愛神 全世界的人都不愛神 只有你愛神 如果你們愛神 你就要奉獻給我 如果你們愛神 你就會奉獻支持我 你這樣又變成一個苦毒 又對神苦毒的人 這樣你就變成一個對神對人苦毒的人 其實這樣是不好 其實這樣不好 如果神真的叫你做代討者 如果神真的呼召你當代討者 你代討是有果效 你的代討會有果效 是喜樂的 是喜樂的 並且你這一份的恩賜 就算沒有錢 你都不會埋怨 而且你會有一個恩賜 就算沒有錢 你也不會埋怨 並且神一定會供應你 神沒有供應你 就是說你不是代討者 如果神沒有供應你 就是說明你不是一個代討者 你做這個代討者 之前你有沒有問過你的權兵 你當這個代討者之前 你有沒有先詢問你的權兵呢 你有沒有神特別給你的呼召 有沒有神給你特殊的呼召 有沒有權兵的認同和祝福 有沒有權兵的認同和祝福 如果沒有 你就不要走上去 如果沒有的話 你不要走上這條路 我們要這樣去平衡 我們要這樣來平衡 我不要見到我們教會裏面 很多不做事的代討者 我不要我們教會裏面 看到很多不工作的代討者 然後就說張牧師我是代討者 然後就說張牧師我是代討者 張牧師你應該供應我 我告訴你我不會的 你要盡你的本分 你要盡你的本分 好 我們講第二大點 好 我們講第二大點 不靠朋友 不靠朋友 第四節至到第七節 財物使朋友爭多 但窮人朋友遠離 作假見證的必不免受罰 套出謊言的 眾不能逃脫 好私散的 有多人求他的恩情 愛送禮的 人都為他的朋友 貧窮人 弟兄都恨他 何況他的朋友 更遠離他 他用言語追隨 他們卻走了 財物使朋友爭多 財物使朋友爭多 好私散的 有多人求他的恩情 愛送禮的人 都為他的朋友 好私散的 有多人求他的恩情 愛送禮的人 都為他的朋友 職場的生命樹 是不靠朋友 職場的生命樹 是不靠朋友 而我們在職場裏面的運作 我們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也好 全世界也好 在職場裏面 你一定要靠朋友 其實在職場運作 我們都知道 不管在香港 不管在世界哪裏 你都要靠朋友 所謂在家靠兄弟 出外靠朋友 所謂在家靠父母 出外就靠朋友 珍如是講兄弟 可是珍如也是講兄弟 這些都是會離開的 這些都是會離開的 在職場裏面 我們很想埋堆 靠朋友 在職場裏面 我們很想加入小圈圈 靠朋友 其實這一切的朋友 是錢財吸引來的朋友 其實這一切的朋友 是錢財吸引來的朋友 第四節這樣說 財物使朋友增多 第四節說 財物使朋友增多 然後第六節說 好私散的人 有多人求他的恩情 愛送禮的人 都為他的朋友 然後第六節說 好私散的人 有多人求他的恩情 愛送禮的人 都為他的朋友 財物呢 會讓我們吸引了很多朋友來 財物呢 會讓我們吸引了很多朋友來 如果我是中 我有錢 我又是願意 很慷慨地對人 如果我有錢 可是我又願意很慷慨地帶人的話 就有很多人來求我的恩情 就會有很多人來求我的恩情 就是當有一天我做了官 比如說有一天我當官了 我有很豐富的收入 我有很豐富的收入 我也有權 自然就有很多人來跟我結交 建立關係 所以當我錢多的時候 朋友就增多了 所以當我錢多的時候 朋友就增多了 就是願意給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來求我了 你願意給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來求你了 很多人求他的面 很多人就求他的面 其實一翻為恩情 其實就把它翻成恩情 就是跟他建立關係 其實很多人來找你 建立關係的時候 是為了什麼呢 為了你的錢 其實很多人來找你 跟你建立關係 是為的是什麼呢 就是為了你的錢 當你有錢的時候 那些人是來跟你交朋友 不是跟你 是跟你錢交朋友 當你有錢的時候 很多人來跟你交朋友 其實不是跟你交朋友 所以這些錢才吸引了假朋友 所以這些錢才吸引的是假朋友 他們不是真正的朋友 他們不是真正的朋友 貧窮失去好朋友 貧窮失去好朋友 第四節的下半 但窮人朋友遠離 但窮人朋友遠離 第七節 貧窮人 弟兄都恨他 何況他的朋友更遠離 他用言語追隨 他們卻走了 貧窮人 貧窮人 弟兄都恨他 何況他的朋友更遠離 他 他用言語追隨 他們卻走了 貧窮人呢 他又會失去 甚至好朋友都會失去 貧窮人呢 他會失去 甚至好朋友都會失去 有錢的時候 就會吸引這些假的朋友 但當你有錢變沒錢的時候 這些朋友會怎樣 假的朋友當然會走 為什麼 因為連好朋友都走了 假的朋友不用說了 好的朋友都會離開你 第四節下半的 第四節下半 這裏所說的 但窮人 朋友遠離 這個朋友 和上半的朋友 是兩個字 這裏所講的 窮人朋友遠離 這裏所講的 朋友跟前面的那個朋友 是兩個不同的字 財物使朋友增多 是一般的朋友 財物使朋友增多 那是指一般的朋友 窮人的朋友 這裏的朋友 其實是你的夥伴 你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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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好朋友 都會離開你 過去風光的時候 出生入死的好朋友 都會離開你 第七節 因為當你貧窮的時候 所有的弟兄 都恨他 這裏的弟兄 是血緣的弟兄 這裏的弟兄 是血緣的弟兄 是應該為你一齊的 背擔子 面對艱難的弟兄 你同父同母 所生的弟兄 但當你窮的時候 這些弟兄 都會說你不好 其實這些弟兄 為了錢 他都會翻臉的 你看香港幾多名人 死了之後 他們的子女 增產 你看香港多少的名人 過生以後 他們的兒女增產 甚至要讓你 這個兄弟 坐牢 甚至讓你這個兄弟 坐牢 為什麽呢 為了錢 當為了錢 兄弟可以反目 當為了錢 兄弟可以反目 錢 是會趕走很多 一般的朋友 錢 會趕走很多 一般的朋友 甚至是好朋友 都會遠離你 甚至是好朋友 也會遠離你 繼續下去 何況他的朋友 更遠離他 他用言語追隨他們 卻走了 何況他的朋友 更遠離他 他用言語追隨 他們卻走了 何況他的朋友 這個朋友 是指好朋友 close friends 何況他的朋友 這裡的朋友 是指好朋友 是closed friends 親密的朋友 都會遠離 因為連親生 同胞兄弟 都是恨他 因為連親生 的同胞兄弟 都恨他 為了錢 而恨他 何況他的好朋友 都會遠離 何況他的好朋友 都會遠離他 當這個人 叫他我的好朋友 當這個人 他叫他我的好朋友 過去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他是我好好的朋友 過去我祝福你很多 過去祝福你很多 現在我有艱難了 現在我有艱難了 你來幫幫我 你不要走 但是阿崩叫狗 越叫越走 可是他就越叫越跑 他根本不會離你 頭也不回 他根本不會離你 頭也不回 當你不是朋友 當你不是朋友 弟兄姊妹 在職場裡面 不要靠朋友 因為朋友 是會走的 朋友是會改變的 而且你要知道 你所交的是什麼朋友 很多時候是假的朋友 很多時候是假的朋友 我有一個好朋友 我有一個好朋友 林光常 林光常 大家都認識他 大家都認識他 他前一陣子坐完牢 他前一陣子剛剛坐完牢 他為什麼會坐牢 為什麼會坐牢 他被控訴賣牌獨餐 他被控訴他賣牌獨餐 是欺騙 說他行騙 其實我們都知道 根本沒有賣牌獨餐 這一回事 其實我們都知道 根本沒有賣牌獨餐 這回事 但是法庭的判決書 就是說他賣牌獨餐 可是法庭的判決書 就說他賣牌獨餐 結果要判去坐牢 坐年紀 結果他要被判坐牢 不可以假釋 不可以假釋 只要其實他肯給黑錢 肯給紅包 他就不用坐牢 就可以假釋 就不會判那麼重 其實如果他願意給錢 給紅包的話 他就可以假釋 不用判那麼重 那些判詞都是堆砌出來的 那些判詞也是堆砌出來的 一看判決書就知道 一看那個判決書就知道 但我要講的就是 當他面對這些官司的時候 我要講的就是 當他面對這些官司的時候 當他貧窮的時候 當他貧窮的時候 他的朋友都遠離他 他慢慢沒有那些以前的朋友 他慢慢就以前的朋友 全部都沒了 真言講的對 貧窮使朋友遠離 貧窮使朋友遠離 當你有錢的時候 你會吸引很多的假朋友 當你有錢的時候 你會吸引很多的假朋友 今天我們是不是不交朋友呢 那今天我們是不是不交朋友呢 我們有一個正確的朋友觀 我們要有一個正確的朋友觀 我以江長為我的朋友 我以江長為我的朋友 所以無論他風光的時候 我以他為我的朋友 所以不管他風光的時候 我以他為朋友 他打官司的時候 我以他為我的朋友 他打官司的時候 我以他為我的朋友 為他祈禱 為他祈禱 雖然我們是香港台灣 我都會打電話給他 雖然我們香港台灣 我都會打電話給他 他也很關心我們 我們也很關心他 他入了獄了 我们仍然支持他 为他祈祷 给他消息 甚至想去谈他 甚至想去看他 我就是以他为我的好朋友 以至到有一天 江长叫他儿子来见我 他跟儿子说 他说儿子 这位是张恩怜牧师 他是我们林家的大恩人 他写了几个字 此恩此德 莫此难忘 儿子你要记住 这个是我们的恩人 弟兄姐妹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真朋友 弟兄姐妹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真朋友 不是为钱 不是为钱 不是为利 而是因为这个人 而是因为这个人 而是因为神把这个人放在我身边 我就用仁慈来代他 我就用仁慈来代他 用kindness来对他 用kindness来代他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在职场里面 我们不要随便去埋队 在职场里面 我们不要随便的交入小圈圈 其实我们要仰望神 说真话 这个第五节 假见证的必免受罚 吐出方言的 终不能逃脱 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 吐出谎言的 终不能逃脱 就是我们要相信神 仰望神 就是我们要相信神 仰望神 我们不要仰望人 我们要仰望神 说真话 我们不要仰望人 我们要仰望神 当面对艰难的时候 当面对艰难的时候 我们成为 行为纯正的贫穷人 但我们是贫穷一边 我们行为纯正的贫穷人 在贫穷的里面 我们怎样呢 很容易被试探去讲假话 很容易就被试探去讲假话 但我们相信神是真的 可是我们要相信神是真的 朋友不能够保护我们 朋友不能保护我们 我们也不需要讲假话 去保护自己 我们也不需要讲假话 来保护自己 我仰望神 我仰望神 神会保护我的 神会保护我的 因为口吐谎言的 忠必是不能够逃脱 因为口吐谎言的 忠必不能逃脱 别人对我的攻击 他忠不能逃脱 别人对我的攻击 他忠不能逃脱 别人对我所讲的 每一句假话 他忠必不能逃脱 别人对我所讲的 一切的假话 他最终不能逃脱 神会帮助我 神会帮助我 所以在职场里面 应该是怎么做呢 所以在职场里面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不加入小圈子 人家用话语来插我们 我们怎么办呢 人家用话语来攻击我们 我们不需要插回他 我们不需要反攻他 他是插我十刀 他就算插了我 捅了我十刀 我问他够了吗 我就问他够了吗 还要再插吗 插吧 还有再捅吗 捅啊 我有神的 别人扔个柠檬给你 别人给你丢一个柠檬 用柠檬扔你 用柠檬来丢你 你就拿起柠檬 泡一杯柠檬茶 别人把刀飞过来 你就让这把刀 成为你生命的帮助 你的生命更加的刚强 弟姐妹 我在温哥华十年就是这样 我心中依靠神 神你会还我清白 神你会保护我 所以我就起来 经过十年 所以我就起来 经过十年 神让我成为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人 神让我成为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人 经得起风浪 经得起挫折 经得起风浪 经得起任何攻击的人 经得起任何攻击的人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我相信神自终堵守 我相信神自终堵守 所以我就祷告 所以我就祷告 我每天在河边祷告神 我就每天在河边祷告神 所以人家插我刀 人家捅我刀 我就仰望神 我就仰望神 我在神的面前哭 神就会对付那些的人 神也会拯救我脱离险境 神也会拯救我脱离贤 我们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要的是倚靠神 第三 生命树的 即场的特徵是 心中有神有聪明 第三 生命树的特质 就是心中有神有聪明 第八节 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 第八节 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 第九节 作假见证的不免受罚 透出谎言的也必灭亡 作假见证的不免受罚 突出谎言的也必灭亡 这里是讲我们心中有神 这里是讲我们心中有神 我们心中有神的时候 我们心中有神的时候 我们就能 就会爱惜生命 我们就会爱惜生命 真言第八节 得着智慧 这个智慧 原文是个心 我们人的心 那个心 真言第八节 说得着智慧 这个原文是讲我的心 人的心 它的意思是 我的心中有神 它的意思就是 我的心中有神 我的心最重要的就是有神 我的心最重要的就是有神 我们翻为得着智慧 我们翻成得着智慧 其实就是不要失去你的心 你要得着你的心 其实就是不要失去你的心 你要得着你的心 你是神所做的 你的心要被神所充满 你的心是神所造的 你的心就要被神所充满 我得着神 我就爱惜生命 我得着神 我就爱惜生命 我就得着生命 当我有生命的时候 我面对任何的艰难 我都不会作假见证 和吐出谎言 当我有生命的时候 面对任何的困难 我就不会作假见证 吐出谎言 因为我知道 我如果作假见证 有吐谎言的话 神必定会修理我 因为我知道 当我作假见证 吐出谎言的时候 神必定会修理我 而那些用假见证 来攻击我的人 神也一定会修理他们 所以我心中有神 我就不会去做 说假话 说大话 所以我心中有神 我就不会讲假话 讲谎话 还有我能够 保守聪明 得着好处 而且我可以保守聪明 得着好处 第八节的下半 八节的下半 保守聪明的 必得好处 保守聪明的 必得好处 愚昧人 愚显乐度日 是不合逾的 何况 伯仁管合王子呢 愚昧人 艳乐度日 是不合逾的 何况 保守聪明 聪明就是明白事理 聪明就是明白事理 明白人性 明白事情 明白公司的运作 明白一切 有这些知识 并且知道 如何处理一切的事情 我们就能够 得着好处 得着祝福 我们就可以得着好处 得着祝福 好处原意是好 就是神看着是好的 那个好 就是神要我们 有见识 有聪明 就是神要我们 有见识 有聪明 成为一个好的生命树 当我们有见识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 愚显乐度日 当我们有见识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 愚显乐度日 第十节是愚昧人 愚显乐度日 是不合逾的 第十节说愚昧人 愚显乐度日 是不合逾的 我们有见识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是怎样运作 是正常运作 是怎样 真理是怎样 我就不会浪费时间 去愚显乐 我们有知识 我们知道这个职场 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就不会 浪费时间来愚显乐 一个愚昧人 愚显乐度日 是不对的 一个愚昧人 他愚显乐度日 是不对的 何况仆人管理王子 更加不对 何况仆人管辖 王子是更加的不对 一个的仆人 他是低级的 去管理一个高级的 比他好的人 是不可能的 是不对的 一个仆人 他是低级的 去管理一个比较高级的 或者一个比较好人 这是不对的 谁是那个仆人 谁是那个王子呢 谁是那个仆人 谁是那个王子呢 今天我成为 行为顺正的贫穷人 今天我成为 行为纯正的贫穷人 我好像一个 还是很小的王子一样 我就好像一个 还是很小的王子一样 但他又会长大 可是有一天我会长大 终究我会有智慧 终究我会得着我的权柄 终究我会得着我的权柄 所以这个仆人 他不知道这个是王子 他不断管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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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仆人他不知道 这个是王子 他管理他 他欺负他 这个仆人是谁呢 这个仆人就是 那个乖谋的 愚望的附足人 这个仆人就是 那个外妙的 愚望的附足人 他核管他 他践踏他 他侠管他 他践踏他 欺负他 但是当然更加不宜 这样是更加的不宜 不应该的 不应该的 到最后他一定会反过来 到最后他一定会转过来 所以何况仆人核管王子 更加是不对 所以何况仆人狭管王子 更加是不对 我们有见识有聪明 我们有见识有聪明 我们就宁愿成为一个 行为纯正的生命树 贫穷人 我们就情愿成为一个 行为纯正的生命树贫穷人 我们不要成为管辖王子的奴仆 这样是不好的 我们宁愿在职场里面成为生命树 当我们有神的时候 我们的心中是有神有聪明 我们心中有神有聪明 我们就能够避免这一切 在职场里面 我们就能够发王 我们就可以发王 最后一点 第四点 不轻易发怒 第四点 不轻易发怒 这一点是很难的 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 十一节二节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宁愿人的过失别是自己的荣耀 王的愤怒好将狮子敲叫 他的恩典却于草上的甘露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这里讲到我们自己是不要生怒 这里讲到我们自己不要发怒 在职场里面我们很容易发怒 在职场里面很容易生气 为什么会发怒呢 真言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真的如果你有见识你就不会轻易发怒 真的如果你有见识你就不会轻易发怒 我们为什么发怒 因为我们缺乏见识 因为我们缺乏见识 因为我们不明白事理 因为我们不明白事理 因为我们不明白真理 因为我们不明白人性 我们不明白神的心 所以我见到一些东西做得 我眼中的不对的时候我就生气了 所以看到一些事情做得不合 我心的时候我就发脾气了 在职场里面我们很容易见到发脾气的老板 或者发脾气的员工 大吵架 老板会摔东西 有些员工脾气也会摔东西 最多就炒我了 大不了就开除我不干了 在这里发怒 我们会发怒 因为我们没有见识 我们会发怒 因为我们支持着自己是老板上级 我们会发怒 因为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有道理 你没有道理 我们会发怒气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道理 你没有道理 但是真言说我们不要发怒 可是真言说我们不要发怒 我们有见识就不会发怒 我们有见识就不会发怒 在职场里面你也不要用发怒作为兵器去掌控去管理别人 有些人是故意生气给你看 意思就是要压制你 意思就是要挟制你 在职场都会有这样 在职场会用这些 但是我们成为生命树我们不要发怒 没有见识 发怒是没有见识 为什么 为什么 不 心存见识的人 不容易 不轻易发怒 因为心存知识的人 不容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它原文是两个字 不轻易发怒 它原文是两个字 就是它的鼻 是拉长 就是它鼻子拉长 就是长鼻子的意思 就是有见识的人 它就是会让它的鼻长了出来 就是有见识的人会让它的鼻子长出来 我们就翻识不轻易发怒 意思是当你有见识的时候 你的鼻就会越来越长了 意思就是当你有见识的时候 你的鼻子会越来越长 为什么 你的鼻越来越长的时候 你就看不到很多东西了 因为你鼻子越来越长的时候 你很多东西就看不见 你就不会那么分辨是恶了 因为你根本看不到人的错处 因为你根本看不到人的错处 好像神一样 好像神一样 这里是讲神的恩识 这里讲的是神的恩识 神的怜悯是怎样呢 神的怜悯是怎样呢 当他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大的鼻子挡住他 当他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大的鼻子挡住这个世界 他很长的鼻子挡住他 他看来看 这个贴心这么肥大都OK啊 看来看去 这个贴心肥肥大大的OK啊 都很好啊 好事正啊 真的是美女来的哦 很好啊 长得不错啊 真的是美女 这个阿滴露虽然疯疯的 OK啦 这个阿滴露疯疯的 所以有件事 你就看不见人的过失 有时我们的工人会做错事 有时候我们的工人也会做错事情 大家都请 有很多人请费用 大家很多人都拼用这个费用 是不是 有时姐姐做事 不对我们的标准 有时候这些姐姐做的事情 不对我们的标准 或者会打烂东西 或者忘记了东西 可能会摔破东西 忘记的事情 其实我告诉你 正常的 其实我告诉你正常的 如果你每一下子要求他做事情 到了你的标准 是不可能的 有时师母 我们在家的时候 我们的工人做这些 又不对 又不对 有时候师母在我们家里面 我们工人做这个事情 不对 那个事情不对 我就告诉师母OK啦 我就跟师母说 师母可以啦 如果他做到 样样都做到我们的想法 他就不是工人来的啦 如果他每一个做的事情 都到了我们的想法 他就不是工人啦 如果他完全做到主人的要求 他就是主人啦 如果他完全做到主人的要求 他就是主人啦 那我们要明白 这样的事理喔 那我们要明白 这个就是聪明 这个就是聪明 那你不会见你的工人 不合你的标准的时候 你就红他呢 所以你不会看到 你的工人不合你的标准 你伸他的戏红给他看 你就会想 他都只不过是工人而已 你就会想 他只不过是工人 不要紧 OK啦 可以的 放过他 放过他 我就降低我的标准嘛 你就降低我们的标准啦 OK啦 可以的 明白吗 就是有见识 你就不会轻易发怒 所以有见识 你就不会轻易发怒 而我们也要避免 王的发怒 而我们也要避免 王的发怒 就是避免上级发怒 上级发怒 王的发怒 好像狮子一样 撕裂 带来灭亡 王的发怒 好像狮子一样 撕裂带来灭亡 所以我们做上司的 做老板的 你千万不要发怒 所以我们当上司的 当老板的 你也千万不要发怒 你一发怒 大家都腾腾震 你一发怒 大家都发抖了 结果你做到了一个 很恐惧的氛围 结果你就会造成一个 恐惧的氛围 你的员工就不敢做事了 你的员工就不敢工作了 他做多错多了 多错多 因为他一做错了 你又骂他 他一做错 你又骂他 有谁想被骂呢 谁想被骂 所以他会很小心 很谨慎 他就会很小心 每样事情 你怎么说他怎么做 他就没有主动积极 进取没有创意 他就没有主动积极 没有创意了 并且会恐惧 他会有怨言 而且他在恐惧里面 他会有埋怨 他会找其他的路走 他的心就不在你的公司了 所以我们做老板的 都不要发怒 所以我们当老板的 都不要发怒 我们做员工的 我们自己不要发怒 也都不要激老板发怒 我们当员工的 自己不要发怒 也不要气得老板发怒 是得到老板的赏识 我们要得着老板的赏识 不是擦鞋 不是擦皮鞋 有话真实的话要讲 有话真实的就要讲 要用爱心的讲 要用爱心来讲 但是每次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要提出答案 但是有问题是我们要提出答案 我们都要给建议老板 我们都要给建议给老板 老板不是想听问题 他是想听建议 老板不是想听问题 他是想听建议 所以你能够这样 跟你的老板相处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这样 跟你的老板相处的时候 你的老板一定 好像甘露 那样给你祝福 你的老板一定会 好像甘露的一样 给你祝福 在我们的职场里面 我们成为生命树 我们有这四个特征 所以在职场里面 我们成为生命树 我们要有这四个特征 就是要控制自己的脾气 就是要控制自己的脾气 其实见识很重要 其实见识很重要 我们怎样可以做到这四样东西呢 我们怎样能做到这四样事情呢 第五大点 要听 劝教 有智慧 第五大点 要听 劝教 有智慧 就是让我们做到不贪财 不靠朋友 心中有神有聪明 不轻易发露的职场的 生命树四个特征 就让我们可以做到 不贪财 不靠朋友 心中有神 有聪明 不轻易发露 有这个职场生命树的特征 第二十节 你要听 劝教 你终使你终究有智慧 使你终究有智慧 这个听有三方面的听 第二十一节说 我们心中要跟从神 第二十一节说 心中要跟从神 第二十二节 我要追求神的kindness 第二十二节 我们要追求神的kindness 第二十三节 我说我们要敬畏神 常富 常知足 第三就是 我们要敬畏神 常常的知足 我们听神的教训 我们听神的教训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听 我们要跟从他 我们要跟从他 我们不要跟从自己的计谋 我们不要跟从自己的计谋 我们要知道神的东西 才是对的 才是立定的 我们要追求神的kindness 我们要追求神的kindness 我们听的时候要听神会怎样做呢 我就怎样去做了 我们听的时候要听神要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了 神的kindness是怎样呢 我就怎样了 神的kindness是怎样 我们就怎样了 而且我们是用敬畏神的心这样来听 而且我们是用敬畏神的心这样来听 我很知足 神将我放在这个地方 没有加我身 不要紧 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 没有加我工资 不要紧 我目前仍然穷 不要紧 目前还是穷 不要紧 我心中知足 我心中知足 神会让我脱离祸患 神会让我脱离祸患 这个听是不容易的 这个听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将我们职场门徒几鬼打出来 我给大家看看 把我们职场的门徒几位打出来 从我们教育界的 这三位教育界的门徒 从我们这三个是教育界的门徒 他们是教育界的生命树 他们是教育界的生命树 Annie她是金融界的生命树 Annie是金融界的 还有蔡强都是金融界的生命树 这几位是工商界的生命树 这几位是工商界的生命树 Alex One Alex Sherry 玉山是地产界的生命树 玉山是地产界的生命树 因灵和泽民他们是医疗界的生命树 心灵责文是医疗界的生命树 他们都能够听牧师的说话 接受我们对他们生命的修理 接受我们对他们生命的修理 大家在蒙福一二三年都听过他们的见证 大家在蒙福一二三都听过他们的见证 他们是愿意听愿意跟 他们是愿意听愿意跟的 他们就能够有职场生命树的那四个特征 他们就可以有职场生命树的那四个特征 不贪财 不靠朋友 不靠朋友 满有神的心 满有神的心 还有不发脾气 蔡强面对他过去大老板的压制 他很想发脾气 Annie面对他的大老板 对他的压制的时候 他都很想发脾气 Annie面对他的大老板 对他的瑕疵 他也很想发脾气 甚至说我就不做 罵完你我就不做 发脾气就发完了就不做了 不干了 反正我不自在 反正我不在乎 但我叫他们不好 可是我叫他们不要 为了神 为了神 为了意象 为了意象 你要忍着 你要有聪明有见识 要有聪明有见识 你的老板始终都是人 你的老板始终是人 不要紧着 不要紧着 你应该怎么做 我教你 他们都听 他们都跟 神就大大祝福他们 他们就成为职场的生命树 我们感谢神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 你知道你仍然在职场里 你是分别是恶属 你知道在职场里面 你仍然是分别善恶树 你在分别善恶树的咒座里面 你在分别善恶树的咒座里面 但是我们的神今天要改变你 可是我们的神今天要改变你 要让你成为生命树 要让你成为生命树 你知道你常常是要换工作 你知道你常常有厌恶工作 在你的工作的环境里面 你是面对咒座 在你工作的环境里面 你面对咒座的 我邀请你把手举起来 我邀请你把手举起来 我为你来祷告 我为你来祷告 圣灵你看到我们 很多人都举起手来 圣灵你看到我们很多人都举起手 我们向你承认 我们在职场里面 某些方面我们仍然在咒座当中 我们希望你承认在职场的里面 某些方面我们还在咒诅当中 求你给我们kindness 求你给我们kindness 让我们改变 让我们改变 对付我们的脾气 对付我们的脾气 对付我们的怒气 主要对付我的贪婪 主要对付我的贪婪 对付我的缺乏安全感 对付我缺乏安全感 对付我的恐惧 对付我的恐惧 对付我缺乏知识 对付我缺乏知识 缺乏聪明 缺乏聪明 主要我今天愿意投靠你 主要我今天愿意投靠你 圣灵在举手的弟兄姊妹身上 圣灵在举手的弟兄姊妹身上 请你大大工作 请你大大的工作 把今天的真理放在他们的里面 把今天的真理放在他们的里面 让他们能够满有生命树的四个特征 让他们可以满有生命树的四个特征 让他们成为职场的生命树 让他们成为职场的生命树 主要改变他们 主要改变他们 让他们愿意放下情绪 让他们愿意放下情绪 放下钱财 放下钱财 来跟随你 来跟从你 祝福他们 你祝福他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我请各位弟兄姊妹 你将手举起来 请就位姊妹把你的手举起来 好像十字架一样 好像十字架一样 当然你不要碰到旁边的人了 小心点 当然小心一点 不要碰到旁边的人 在职场里面 我们好像生命树 在职场里面 我们好像生命树 是一个十字架 是一个十字架 十字架是怎样呢 十字架是怎样呢 你的左手不要贪财 你的左手不要贪财 右手不要靠朋友 右手不要靠朋友 你的脚是踏在神的恩慈那里 你的脚踏在神的恩慈上面 你的头和你的心 不要发脾气 你的头和你的心 不要发脾气 职场的生命树 是有这四个特征 你怎样能够成为 这样的十字架 你怎么可以成为 这样的十字架生命树呢 你耳朵要听 你耳朵要听 听进心里面 听到心里面 听取真理 听取神的教训 圣灵我们每个人 都做这个动作 圣灵我们每个人 都做这个动作 你把真理放在我们里面 你把真理放在我们里面 露气 主 祢对付我们的脾气 让我们有更大的见识 给我们有更大的见识 恩高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能够常常听 让我们可以常常听 听祢的话语 敬畏祢 敬畏祢 顺服你 满有你的仁爱 满有你的仁爱 Kindness 多谢你 谢谢你 主 让我们成为 即场的生命树 主 让我们成为 职场的生命树 请你闭上眼睛 你想象你在你的公司里面 想象你在你的公司里面 你就是一棵这样的生命树 你就是一棵这样的生命树 彰显着这四个的特质 彰显着这四个特质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在公司里面这棵生命树 你要大大发望 在公司里面这棵生命树 你要大大发望 改变你的公司 改变你的公司 改变公司里面的氛围 改变公司里面的氛围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 Amen Amen 好 多谢主 谢谢主 我们可以散会了 请新朋友跟着我们的小气扣行 我们可以散会 请新朋友可以跟着我们的小气扣行